大家好 歡迎收看 《價錢投資》 大人是今天下跌81點 他就是在整理 很多人擔心這個整理盤 在下禮拜美國總統大選之後 是不是會崩盤 當越多人這麼想 他就越不會這樣走 所以你要懂得反市場操作 四年前 四年前很多人擔心川普當選之後 股市是會崩盤 結果股市有崩盤嗎 四年前川普當選之後 道琼從1萬8漲到現在2萬8 漲幅超過1萬點 美國的科技股從5千億 漲到1萬億 漲幅超過一倍 這是當時候你看到的 所謂利空出鏡的一個現象 所以下禮拜 美國總統大選選完之後 這個不確定的因素 秉足掉之後 盤準備進入第四季的大作戰行情 正式展開第四季的大作戰行情 你務必把握任何回檔 讓你低階的時刻 這個月盤就是如同我的規劃 就在整理 金老師不會誇張我的言論 很多分音師 整天就想招收會員 做多的含好多 所以這個盤馬上會漲到1萬4 1萬5 1萬6等等 做空的含好空 做這個盤會跌到1萬1 甚至破萬點等等 說的都不好啊 金老師就事論事 這個月的盤勢也沒有如同我的規劃 就是整理盤啊 就是整理盤啊 整理盤的操作難度稍微高一點 當然金老師 進行進行 我依然掌握 類股輪動輪漲的一個節奏 盡量幫我會員創造利潤 什麼是一檔中原再換一檔 這個月光這個月就好了 我們獲利了多少檔的個股的績效 你難道看不出來嗎 你自己看一下10月初 10月6號 原相我賣在18是這個位置 當時候低檔區啊 163.5的原相 記得嗎 9月25號啊 來到波端低點 你敢買嗎 親愛的朋友 我問你 你也可以去問你們老師啊 什麼低檔區買 高檔區賣 9月25號的原相 是來到163.5的波端低點 沒有我帶你買 你是不敢出手的啊 就像最近的盤施啊 整理嘛 整理的過程 什麼股票可以買 你敢不敢買 所以整個一個當時候的原相 9月25號來到波端低點的163.5 跟我買啊 這個位置啊 買完之後10月6號 有什麼啊 184賣啊 這樣不是20塊錢的利潤嗎 這時間交易有沒有跟你對過 有吧 很精彩吧 今天原相幾塊錢 171啊 10月6號的位置你加 那是不是高檔 那是不是高檔 我賣完之後這邊 一樣在184附近可以賣啊 如果你都不賣 今天剩171啊 我問有沒有賣對 我問有沒有賣對 再來看一下 10月6號那一天 洪捷科一樣 105賣 10月6號的洪捷科的賣點 有沒有跟你對時對價 親愛的會員 我問有沒有賣 在所謂的105 10月6號 這個位置啊 賣完之後還有更高啊 那今天的洪捷科的102啊 我賣105啊 賣完之後好像不太動了 我問有沒有賣對 10月6號那一天國王生 我們賣在71.5啊 很精彩吧 這一天啊 10月6號賣71.5啊 當年還收71.8耶 我一樣公開我的賣點嘛 賣完之後一樣有整理 那如果一直都不賣 今天殺出一根黑芭棒 61.6 有沒有賣對 就是因為掌握輪動輪漲的架構嘛 那這一股賣掉之音 當然是準備轉進下一檔啊 這是目前你要掌握的一個操盤節奏 不可能每天都有股票大棋 也就是說盤它不會一起漲 你所看到是輪動輪漲 所以我們給你一個持股的一個集中化的操作原則 三股啊 行情好我會撐到五支啊 所以這盤很多人說好難操作 好難操作是你沒有跟上我的一個操盤的速度 你沒有跟上我的一個操盤的節奏 否則會難操作嗎 該停利的我一定會停利 停利之音就準備低接下一檔既右性的個股嘛 所以你看一下10月21號的星星 從這個低檔區買的 上禮拜三啊 創新高87.4賣嘛 這樣21% 這時間稍微有沒有跟你對 有吧 是不是 那今天星星呢 今天星星呢 盤中中錯耶 我賣的哪一天 我當天有沒有公開我的賣點啊 10月21號87.4賣啊 你如果一直不賣 那你現在才來找我說怎麼辦 不要等到問題發生了 才來問青老師怎麼辦 你跟著分析師會帶你賣股票嗎 我問你 報上報下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你不覺得嗎 本來該賺議論 我如果這天沒有賣啊 報下來 會員 一定講得很難聽啦 我們說實在 但是我有沒有賣 當天的cotion有沒有跟你對價 我就賣了87.4啊 這一天啊 不賣就下來了 沒有錯吧 有沒有賣對 10月21號當天也賣的緊縮啊 7.9 這一天啊 今天緊縮你家 有沒有賣對 有沒有賣對 重點是 我把這兩檔股票賣掉的資金 買哪一檔 全國的特別會員 跟青老師對是對價 我是把緊縮 還有所謂的一個星星賣掉資金 轉買這一檔升級股的泰博 兩檔換一檔啊 我有沒有落實給予慧林承諾 什麼是賺完一檔再換一檔 所以呢兩檔資金 10月21號的緊縮跟 心情賣掉之後嘛 當天呢 轉買哪一檔 轉買泰博啊 低檔啊 修正了一大段形態突破 買啊 這麼漂亮基本面 你不敢跟我買啊 前半年就賺超過股本 9月的時候呢 年長率超過一倍 這是靠所謂的耳溫腔 還有血糖儀 所累積的一個績效啊 基本面啊 那現在呢 新冠病毒快篩世紀呢 目前獲得衛福部的一個 製造許可嘛 所以未來業績一定會 越來越棒嘛 外國的疫情都沒有降溫 所以呢 世紀的需求一定會 那現在才 剛獲得衛福部的一個 製造許可嘛 等到它一販售 在國外銷售之後 業績的加持之下 一定比目前的 前半年就賺超過股本的一個EPS更高 這我當下給你一個論述嘛 世紀老師在選股票 不是真正經驗的 我一定看到它 未來業績有成長性的 有成長性的 我才帶你買啊 所以兩檔股票賣掉之後 轉買泰博啊 買在210 210買完之後 230減買一半嘛 我說我要做一個價差 對 前馬一半就是要做價差 200到230嘛 20塊我先落袋啊 我問我們做價差 230賣完之後 當天售224啊 26來到219 價差操作 我接我的位置在什麼位置 全國的特別會員 對時對價 9點36分 泰博220附近買回上週 所謂230高檔減碼部位嘛 有沒有成價 經過7分鐘 9點43分 股價在幾塊錢 219啊 220保證一定買得到 這我這禮拜一個 價差的動作啊 價差操作嘛 我已經在上禮拜五 230告訴你減碼一半 接下來我會做出 什麼樣的動作出來嘛 所以230減碼嘛 這樣不是又多了 10塊錢價差嗎 有沒有賣是不是差很多 我如果230沒有先賣一趟 等於那個10塊錢 沒有幫會員多創造出來 一個短線的一個價差 一個利潤嘛 那不是很 有一點厚嗎 怎樣有空間我就會做 這是我對待會的態度啊 什麼是吃人一斤人一斤 我不曉得你跟上的分析師 有沒有像清老師這樣 對待自己會員的態度一樣 你們所累積的一個資金 要來在股票市場上 創造一定的財富 那都是辛辛苦苦的 不管是工作上的一個報酬 或是退休金 或是你所謂的定存等等 太重要了 你們的錢就是我的錢 你看我的操作力就知道啊 盡心盡力 有價差幫會員衝到價差 有波段當然是爆波段啊 是不是 所以泰博230減碼的 我220有接啊 今天泰博呢 最高229啊 這種股票有沒有比大盤強勢 今天台股不是跌嗎 跌81點啊 泰博紅雞棒的 你看看泰博漲的 對不對 跟大盤比較一下啊 所以南盤見高手啊 整理盤操作難度很高 你要跟著高手一起來動作 泰博 雍智科 9月16號 305賣嘛 高檔賣低檔接 這是你看到我之前的動作 風險避開之後賺取47塊的利潤 305賣掉之後回檔修正 把握低機的機會 265有沒有帶我們的尊重會員 做買進的動作啊 全國尊重會員 9月28號 憲老師有沒有告訴你 265以下可以買進 雍智科有沒有 如果我以上的抗訊 有任意一通抗訊 跟我的會員 時間價位是不一樣的 竟然是下台一舉功 造假的抗訊 在本節目你是看不到的 但其他節目 你跟過的分析師 你自己去比較一下 你們老師秀的抗訊 不管是做多還是做空的抗訊 那個時間價位 只要跟你收到的時間價位 不一樣 十之八九都是造假的 因為我在投顧市場上 超過十年了 我太瞭解其他投顧老師的一個 弊端 偷金摸狗的比比皆是 但是清老師 對待會員是完整的 是來真的 所以呢 我可以面對面跟我會員講 我所秀的抗訊 哪一通時間價位 是跟你不一樣的 如果有一通時間價位 是跟你不一樣的 我就下台一舉功而已啊 其他分析師敢比照辦理嗎 其他分析師 你跟著分析師敢比照辦理嗎 光這一句話 我就可以打敗很多分析師的一個誠信了 操作面 有賺有賠 這是必然的一個事情啊 但是不能騙會員 騙會員就只能騙一次啊 下一次會員跟你續約嗎 一定不可能嘛 所以整個雍資科 我說把握低階啊 265有沒有低階 上去 10月14號來到279 資深煉高還有高點當然可以買啊 知道高點279可不可以買 279沒有買的285還在買啊 禮拜318賣 265到318這樣53塊 創價波段新高啊 是每一筆單多賺錢 不然買265 270 285的 大家都賺錢啊 時間價位有沒有跟你對 有吧 保證一定成交 保證一定賣得掉啊 昨天打到306 差了12塊錢 該接回我就會接回啊 我昨天有沒有接回 你看我今天寇信你就知道了 9點11分 今天雍資科再創高 328附近賣 11分股價印下來在328.50 去對時對價 328我今天再賣一趟 所以昨天有沒有接 昨天可不可賣 328賣完之後有沒有賣對 看收盤嘛 收盤315.5啊 我是不是又賣對了 如果你有能力買10張的啊 這一通扣訊 價值大概13萬 因為收盤是315.5啊 所以整個雍資科 這兩趟的累積報酬率 至少63塊錢 至少63塊錢啊 265到328 就得了3塊嘛 這價差不用跟你算 錢老師是很大方的人啊 所以有時候 我真的要給你賺錢 你可以知道 錢老師公開透明的分析跟操作 所帶給你的心理 叫做第四季的作戰行情 你務必要跟 現在很多人怕得要死啊 萬一下禮拜 誰當選行情會怎麼走 那叫不確定的因素 不確定的因素 讓台股在整理很正常 當這個不確定的因素 下禮拜沒有之後 正式展開 第四季的大作戰行情 整理盤 錢老師的操作績效如何 你繼續評斷 那如果往上衝呢 如果第四季的大作戰行情 出來呢 法輪圈記在佈局的標的 你只要跟上來 那個獲利的績效 一定相當驚人啊 這兩家幫 10月15號 形態一突破出現天亮 將近兩萬張啊 一萬八嗎 這麼漂亮的基本面啊 領先大盤過高 又出現天亮的 要不要跟我買啊 我不會告訴你 我說買在最低點啊 39.1啊 這邊畫個圈圈啊 我如果說 我買在這個位置啊 結果呢 會員收到call訊 不是那個位置 那不是給自己難堪嗎 那不是給自己打耳光嗎 是不是 我買在什麼位置 當它漲停打開之後 11.25買 試駕買嘛 那10月1交易有沒有跟你對過 有沒有跟你對過 保證一定成交啊 成交完之後拉漲停 接下來呢 大盤不管漲跌它都在漲啊 10月16號大盤跌77點 漲8.5%盤中啊 接下來又漲6.6% 又漲了7.1% 在創新高 重點是上禮拜四 我一檔快半根停板 你要怎麼做 我怎麼帶會員的 我一定要怎麼告訴你我的分析 殺了快5%啊 不急著賣啊 你買在一個相對低檔 我沒叫你賣賣啊 對不對 就這天啊 10月22號啊 殺下來 我買在這個位置啊 我認為還不需要賣嘛 沒有錯吧 不急著賣 是我當天給你的看法啊 那隔天呢 隔天有沒有漲超過5%啊 隔天大漲7.2% 再賺破斷新高 這樣26% 有點可惜啊 為什麼我這樣說 我如果在上禮拜我賣 是很漂亮 但我選擇在今天賣 因為我認為 目前來看 是沒辦法過上禮拜這個高點啊 就是這麼簡單啊 所以我今天選擇站在賣方 9.28%加幫47.4賣 28%股價在47.45 你去對價 我就賣今天的47.4啊 有沒有賣對看收盤 收盤45.7 我又賣對了 這樣子24% 所以我說有點可惜嗎 我如果是上禮拜五這個位置賣 多了2%左右啊 但是沒有嘛 沒有就是沒有嘛 難怪我要在電視上 為了要誇張我的一個績效 告訴你我上禮拜五 加幫就賣了嗎 會員也在看我節目 也在跟我對時對價 我就賣在今天47.4啊 這就是我真實的一個動作 如何帶進一檔股票 以及如何帶出一檔股票 相信其他老師給你的 完整一個操作 不是就一檔而已啊 當你印證那麼多檔 個股的一個操作 尤其在10月份的整理盤過程 是不是高手的操作 你要不要跟著高手 一起來迎接第四季 到周章行情 把握再把握 我未賣出股票 一定會盡心的表弟 我一定賺完一檔再換一檔 投資主我就是這樣啊 不是漫無目的 無限制的擴張會的檔數 不是喔 所以今天加幫該賣就賣啊 今天雍資客再創新要賣啊 賣掉資金什麼股票可以買 什麼股票可以低借 昨天已經告訴你 一檔疫情的收尾股票 疫情的收尾股票啊 你可以說泰博也是 疫情的收尾股票 這一檔也是 9月營收今年度的新高 年成長率超過一倍 好幾倍 不是只有一倍 今年度啊 如果你看到一家公司的業績 到現在9月份的營收 還可以創下新高 而且跟去年比較 還可以成長超過一倍的 你覺得它是不是機油股 你覺得它是不是很特別 特別的股票 它在低檔的支撐 昨天已經開始待會買了 昨天只跌向上了 有沒有看到 這叫支撐型的買點嗎 我畫給你看啊 對 那今天這檔股票呢 大盤跌81點了 有跌嗎 沒有跌耶 實質轉折向上的訊號 再度的確立 它接下來要往上走了 今天大盤就八十一點嘛 它沒落啦 為什麼它跌不下去 因為股價來到相對低檔支撐 對不對 那基本面又那麼漂亮 所以這檔股票 我建議你 這禮拜 你就把它買好 下一拜 跟我轉坡端 休息一下 再會到節目現場 陳陸的鼓蔡老師 擅長基本面研究 資歷完整 公有二十年豐富的股市經驗 歷經多次萬點與空投 積極拜訪公司 透視基本面 代理會員領先補局 透析大盤結構 掌握台股走勢 產業深度研究 前景動作先機 嚴格風險控管 代盡保證代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積績小 靈活攻守 盛能追求財富路上的 良師益友 蔡老師入會感謝 0800-868-365 0800-868-365 現在加入蔡老師行列 即刻獲得二十年操盤經驗的 精心著作 蔡老師投資操盤心法 彩色輕裝板 簡單易懂又實用 是讓自己成為操盤手的最佳利器 藝術在手 受用無窮 蔡老師入會專線 0800-868-365 0800-868-365 歡迎來到節目現場 今天台股雖然壓回了81點 風電的相關族群表現相當不錯 現在是行列股票基本面 值得你來依靠好不好 中興店當時候9月30號 你知道它是一個買點嗎 9月30號的中興店來到波段低點 最低11.25 我說13天轉著向上買點浮現 跟我買 跟我買啊 結果呢 連漲3天16% 還記得嗎 現在同胞 你以為很簡單嗎 你自己做做看 這個位置 9月30號 你知道它是一個買點嗎 之前它漲一段嘛 回檔修正 你知道這個可以買嗎 金老師為什麼知道 9月30號的位置啊 沒有錯吧 最低11.25嘛 買點浮現了 你第一時間跟我上車的 你的風險真的很低啊 真的太低了 這個位置 這高手的動作啊 相對低檔啊 幾乎是最低點啊 轉著3天就16% 這位置啊 之前賺了一波段嘛 那現在一個中興店呢 你所看到的是 今天出現 10萬多張的新天亮 這新天亮 形態又突破 所以今天中興店 我重新告訴我們可以買 買來之後會亮燈 這是我今天的動作啊 雖然我今天買進的位置 比我之前賣出的位置高一點 那又怎麼樣 一檔股票如果明天會漲 下禮拜會漲更多 該進我就不會手軟啊 所以這種 基本面的態勢加上量 價結構 今天當然是一個 重新介入一個時機點啊 林委黨封電的一個上尾投控 當時到11月6號 這麼漂亮基本面嗎 9月營收經營度新高耶 而且連長率將近快一倍 這是一個短點突破的買點 我買在151嘛 買完之後 連續兩個燈 20% 10月12號來到176 10月14號來到180.5 什麼時候賣你會不會賣 我賣什麼位置 10點13分的一個上尾 177附近賣 13分股價在177.5 你去對對價 就賣在177啊 所以從151到177 大概是26塊錢的利潤 沒有錯吧 那177賣完之後呢 今天一個上尾投控 我一檔下來 這不是一個短底嗎 短底是不是突破 跟這邊的買點一模一樣啊 151是買點 177的賣點 那接下來呢 短底突破 今天做結尾的動作 所以今天一個中心店 上尾 我都有做重新卡位的一個操作啊 所以 行情很難嗎 嗯 沒有行情嗎 你自己看一下連八顆 這個739是我之前高點的賣點 差了179塊錢 560買 59是再買 633再買 703賣 大波段的操作 昨天打到679我做接回 這時間交易也跟你對過了嘛 沒有錯吧 昨天你用台股盤中跌了82幾點嘛 接回連八顆啊 來到688 那今天連八顆呢 我認為表現還不錯啊 小跌4塊錢而已啊 買在昨天一個相對低檔 今天稍微震盪稍微洗盤 怕什麼 起好是沒有帶你出 你就安心的跟我繼續的賺下去 所以呢整理盤 什麼股票 可以買 當然買價值金融的強勢機油股啊 因為在整理過後 他們容易有機會大波段 最後提醒你 這一檔 就是這一檔 你所擔心的疫情 它是疫情的受惠股票 9月營收金融率新高 年成長率好幾倍 成績量超過1萬張 低檔 而且今天出現實質 轉折向上的訊號 這一檔股票 務必在這個禮拜 跟清老師卡位完畢 下禮拜準備跟我賺波段 從明天開始 我們一起來對死對價 明天見 告一 輪到對歷了 進行